讓大家開始喜歡植物 因為你植物好 動物自然就要來 可是這一點 很多人還不清楚 像我有時候到社區去 他們說我們要做螢火蟲呼籲啊 那我就說 那我可以在你們這邊幫你們講植物的課程 他說可是我們要的是螢火蟲 那我就說 你沒有植物就沒有螢火蟲 那他們聽不進去 我就跟他們上生態課 有植物跟生態系的關係 我就說螢火蟲吃什麼 螢火蟲幼蟲是吃螢類 吃軟體動物 那這些螢類軟體動物吃什麼 吃植物 所以你要有螢火蟲 一定要有植物 植物產生的那些碎屑 提供給螢類食用 然後慢慢來供養螢火蟲 所以這是一個鏈結關係 那最基本的是什麼 就是植物 那動物呢 沒有辦法從太陽取得能量 但是植物可以 植物靠它的葉綠素 太陽的能量固定在它體面之後 然後動物吃它的 吃植物 把太陽能藉由植物轉換到動物的身上 所以動物可以活動 所以我們從能量不滅的定理來看 太陽能是一種能量 當它射到地球的時候被植物吸收 轉換成化學能 儲存在植物體內 動物吃了之後 會變成活動變成動能 所以太陽能最後變成動能 然後動能在活動的過程中 會產生熱 就變成熱 那這個關鍵在哪邊 就是植物 假如沒有植物 我們就沒有能力把太陽能留下 所以植物這麼重要 可是我們今天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就是喜歡動物 所以我們在談到原生植物的時候 所以你剛剛講到 你看到蝴蝶 我就發覺你已經看到了 動物跟植物之間的關係 你要有這種蝴蝶 一定要有某一種它喜歡的植物 因為它要它的能量 那這個能量的由來就是什麼態 所以這是環環相扣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這個生態系 人類活在這邊就是一個生態系 但是我們今天一直在改變這個生態系 把地表的生態破壞了 把這個生物的物種滅絕了 其實慢慢地是讓這個生態系單調 最後呢 它所產生出來的微生物質 就會沒有辦法提供給其他生物去使用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但是最基本就是植物 所以在生態系統裡面 我們看到生產者 植物 分解者 菌類 還有一些微生物 那消費者 動物 一定要有這三個同時存在 能量才能夠順利去 可是我們今天最重視的是動物 植物其實分解者 沒有人去看 所以我們談生態 應該是這幾個面向都要顧慮到 因為整個生態系統其實就是能量在轉動 那轉動的機制在哪邊 我們要知道有人可以把能量抓下來 有人可以去利用它 有人可以再把能量轉換 這個就是生態的奧妙 所以我們到野外去 其實看到 像我看到 我們上次去野外看到 樹葉被蟲吃 哇 那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 因為你看到什麼 看到生態現象 看到了大自然的原理 它這個能量 保存在樹葉上昆蟲去吃 把它轉換出來 所以在大自然裡面 健康的生態系 植物一定會有動物去吃 那吃了之後 它就會造成這個能量的群 那地球生態的氧化的過程中 其實很多的動物跟植物相互依賴 最後他們相互共同生存 這叫做共生 它必須要靠它提供營養 然後植物必須要靠動物幫它傳粉 幫它傳播蟲子 把蟲子帶到別的地方去再發芽 這樣對它的遷移 以及基因的傳播有幫助 所以他們是互相幫忙的 假如動物無法得到能量 就沒有辦法幫植物做這些事情 生態系統是這樣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到野外去 像我們去出去 我們喜歡去看到大自然的東西 那公園整整齊的東西 你看不出那些奧妙在裡面 但到野外去看到 看到的是非常多 那這些不是一兩天就能夠看的 就是要經常去看 而且你會試圖去解 試圖去認識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說 多集合一些自然大好的朋友 到野外去 當你認識了這個環境 你就省不得去破壞它 你會覺得這塊石頭把它搬下來 可能這一重植物就失掉了 這個環境就改變了 那你這樣就達到了尊重自然 假如你的小朋友從小就有這樣的觀念 因為將來他縱使是建築師 他在做開發的時候 他就會想到 我怎麼做能夠不會影響 或者對生態影響是最低的 或者會用什麼方式回饋生態 所以我們的課程這裡有提到 你看我們棲地怎麼去營造 棲地怎麼去營造 還有很多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植物跟人之間的關係 這個也都在這邊有講到 像比如說你看第二週吧 第二週我們是談到多樣性 為什麼台灣這麼豐富的生態 我們沒有去注意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 溶縮整個地球生態系的島嶼 它從熱帶、亞熱帶、寒帶、溫帶 這樣的環境在台灣都看到 所以你看這多樣性 多樣性 多樣性當然包括生物的種類 遺傳的多樣性 還有生態系的多樣性 它可能有平原、有草原、有湖泊、有山丘 這個多樣性 我們了解到多樣性的重要性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以外去看到 這個草原、草皮是非常的豐富 不是那麼的單調 它是非常豐富 那它的道理在哪邊 可以從這邊看 然後第三週我們就會談到 民俗上的使用 原生植物存在這邊 人類居住在這邊 人類為了要生活 會用到很多的植物資源 那麼這些資源被人類利用的時候 就產生了民俗的效應 所以很多的植物 你會發覺 為什麼蘭嶼的人 他們會做拼板舟 為什麼住在日月潭旁邊的少祖 他們會做獨木舟 獨木舟跟拼板舟很不一樣 獨木舟是用一塊木頭做起來的 拼板舟是用很多木頭拼出來的 那同樣是人 但是在不同的環境 因為有不同的植物 創造出不同的文化 這個就是在民俗上的使用 所以原生植物保育協會 四月底要去蘭嶼 四月底 你有報名嗎 還沒開始 因為蘭嶼是最懂得利用植物的民族 他是最懂得如何去運用它 包括他的房子 包括他的船 包括他綁東西的藤條 都有他的智慧在 這是非常有趣 原生植物在民俗上的應用 然後第五週呢 我們就談到如果去栽培 那余老師呢 他有一個苗圃 他那邊有很多的植物 栽培的經驗他都有 所以我們就請他來講 這些植物如何栽培 那事實上原生植物 基本上應該是在野外去保存 可是呢 我們必須要很現實的認識到說 我們今天人類要生活 所以我們呢 會開發一些圓圓的地 我們來蓋房子建學校 當我們做了這些事之後 其實我們是改變了這個環境 我們讓很多的植物的棲息環境消失 可是我們很幸運的是 這一些環境建築物的旁邊有些吉林地 或者有一些苗圃花園 那這些花園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回饋給原來生活在這裡的生物一個空間 所以你校園裡面的綠地公園 都市裡面的公園 其實就應該要回饋給這些 以前應該生存在這邊的植物給它一個空間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今天已經被破壞了 那我們今天弄了一個公園之後 我們要想想看 當我們破壞這個環境之前 有些什麼樣的植物生存在這邊 我們要去調查 可能以前的資料也好 或者我們用很多的方式去瞭解 到底以前這裡有些什麼植物 那我們可能就要從別的地方 或者就地引進這些植物 讓它在這邊生存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談到栽培技巧 就要有原生植物的栽培技巧 那這些植物可能是用叉枝的 可能用播種的 或者可能就是用很多的有性無性繁殖的方式來做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余老師非常有經驗 所以我們就請它來談到原生植物的栽培技巧 這是第五週的部分 然後呢 再來看到第九週 好 那你栽培了之後呢 你會發覺 我們現在還在推廣 我們這麼多的水泥地 這麼多的房子 上面呢 完全是水泥 我們想辦法來做綠屋頂 綠屋頂 假如說 這個空間 我們坐飛機 從飛機上看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公園是綠地 可是當你看到樓房的時候 上面就是什麼 水泥地 假如這些水泥地呢 也能夠變成綠地的時候 一方面 它增加了更多的植物生存空間 一方面呢 能夠節省很多的冷氣 因為它能夠隔熱 所以我們就來談到綠屋頂的應用 可是 有一個綠 其實它有很多的含義 一個就是植物 在上面 另外一個就是節能 所以你如果在那邊做了一個綠屋頂 而你又做了 又用自來水去浇灌它 又弄肥料 那就是不節能 所以我們用最節能省上的方式 讓這些植物在那邊種下去之後 我們不用去管它 讓大自然來照顧它 怎麼照顧呢 雨水、露水 它這些一點點的水 它就能夠在這邊生活 或者靠著空氣中 很多的植物它有固氮作用 空氣中的氮 它用根油菌去固定 所以要營養從那邊來 所以很薄的一層泥土 那可能這些植物 就能夠在那邊長期的生存 節能神探又能夠達到這個效果 那我們今天要做這個 就是要找出哪一些原生植物 能夠用在這上面 那你認為 我們土這麼薄 因為在屋頂上 土不能太厚 土這麼薄 那什麼植物能在這邊生存呢 怎麼去找 那你就要看 我們是不是到野外去 才有類似的環境 這些植物拿來測試 那這麼惡劣的環境 在哪邊可以找到海邊 對不對 海邊呢 土層很薄 或者是陽光很大 那海風又大 它竟然能在這邊生存 可能那邊的植物就死了 我們就可以試試看 種看看 假如能夠成功的話 那這個屋頂呢 就變得非常節能神探 而且又是很具有生態的一個屋頂 我們將來推廣出去 那你坐飛機 看起來 整個城市其實 雖然是城市 但是一片都是綠地 那就非常 對整個生態是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在這邊講到 綠屋頂的運用 但這一點 因為現在最近才剛開始 這個技術最近才剛開始 所以其實 還有很大的空間 很大的這個研究的空間去做 然後再來第12週 我們談到的是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為什麼要特別談呢 因為水生植物是生存在濕地 那濕地呢 是一個過渡的環境 過渡的環境 所以很多的濕地 會慢慢的乾掉 那生長在裡面的植物 就消失掉了 但是呢 它並不是消失掉 它是用種子 保存在土壤裡面 下一次在大水的時候 就形成另外一個濕地 它又可以發芽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 已經把這些濕地 慢慢的改變 填掉了 或者讓它消失 所以這些植物 越來越沒有空間 然後再加上這些植物呢 因為有外來種的生物進入 古壽羅拉 那還有外來種的植物進去 讓它越來越稀少 越來越稀少 所以呢 我們希望 有一堂課來談水生植物 讓大家認識水生植物 而且了解水生植物的奧秘 那它的問題在哪邊 都可以談 再來第十三週就是談到 七地的營造 我們除了說 在第五週有談 植物的栽培技巧 好 你有栽培技巧說 你要種到這個環境 你到底要怎麼種 你要怎麼種 你是這幾顆種在一起呢 還是分散 還是跟其他植物能夠相混合 那這個就是 七地環境的營造 這邊要講到 所以這個理論性講得重 我們如果有機會 有一塊地 我們可以來試著去做多看 那第十四週就談到蜜源跟四 所謂蜜源呢 就是會產生蜜 讓蝴蝶 讓昆蟲去吸蜜的這些植物 通常 所謂的蟲梅花 都是有蜜源效果 它會開花 會產生蜜 那食草呢 就是會吃的 像你剛剛講到 有一個蝴蝶的幼蟲 它吃的植物 那個植物我們稱為食草 所以可能是柑橘 也可能是馬兜林 不同的蝴蝶吃不同的食草 那我們這裡就會介紹一些蜜源跟食草的種類 那這些 你如果在你的園區裡面種的一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蝴蝶會進來 會利用它 最後第十七週就講到蕨類 蕨類也是 它是屬於比較古老的植物 也是非常精彩 所以我們在這些週間 因為我們每次戶外教學都會看到蕨類 所以蕨類的這個認識也是有這個必要 所以這大概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部分課程大概是這樣安排 謝謝 到時候 谢谢观看